1. 论家庭教育 398 1. 论家庭教育 1. 论家庭教育 大进入学校读书 方才有受利益的根基 倘若从小任性浇惯 暂且不说没有天资 没有受良好教育的孩子 即使小孩有天资 并受很好的教育 也只能成为一个文字工人 如门的败类罢了 世间有些人才高北斗 学富古车 而他的所作所为 都仗着这些小聪明 用来毒害众生智慧 毁灭真正的道义 究其原因 都是由于从小没有家教 以良好的道德作为启蒙教育 周文王先以身作则 给妻子做榜样 再成为兄弟们学习的典范 来治理好家庭 进而统育国家 于大学中所说的 想要治理天下国家的话 必须从格除私欲 显明良知 真诚心意 端正内心做起 是同一个宗旨去向 这是儒家教导人们 仰慕圣人品德 效法贤者作为的无上秘诀 舍计这个根本法则 来求成就圣贤之道 都只是织末的技能啊 就现在来考虑 子女应当在会说话 懂人事的时候 就让他在家庭中先学认字 女孩子虽然不必定要他 做大学问家 断然不可以不认识字 不通文理 母亲尚且应该胎教子女 如果认识字通文理 那么所生的子女 就容易教他学习了 每一章的方纸只写一个字 不可以两面都写 如果两面都写 就如同寄送口头儿歌了 每天限定认几个字 每天将认过的熟字 又必须全部再认一二遍 不到一年就会认得许多字 后来读书的时候 凡是读过的字全都认得 不会有只记得口头儿歌的避避 凡是小孩力所能做的事 必须让他常做 培养勤劳美德 如撒水扫地 拿物试奔等 凡是饮食衣服不要太华美 只要他抛弃丢洒五股食物 以及损坏器物 无论东西的贵贱轻重 必须告诉他来之不易 以及折服损受等毅力 倘若他再这样做 定会遭到账打责罚 绝不轻易放过 如此 他长大后自然能够勤俭节约 断然不至于奢侈浪费 到了能够读书的年龄 就将文昌帝君英志文 太上感应篇令他们熟读 为他们顺着字面来加以讲说 他们的日常行为 符合善的地方 对照这二本书中指出的善 加以讲力 行为如果不善 对照这二本书中指出的不善 而加以责罚 彭二林居士的家族 是江浙一代的科举冠军 历代以来都遵行这二本书 他的家里状元很多 然而都是终身手持这二本书不改 如荣金倒入木器 如流水唯有低防 哪有金不能成器具 水仍旧横流的道理呢 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 根基就在此处 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不讲 想要具备完美的人格 他们学业已经有几分成效 凡是文字道理 都不被谐说俗论所迷惑了 然后让他们进入现在的学校 以开阔他们的眼界 增长他们的见闻 不至于举动与时代乖离 没有路途上进啊 能够这样 那么有天资的孩子 长大自然能够有所作为 没有天资的孩子 也能成为一个良善的人 穷困时修养身心 显达时兼力天下 自利利他 实不超出这些老僧常谈的话 教育子女要从根本上入手 所谓根本就是孝敬父母 服务大众 忍受耻辱 努力实践 以身为教 以道德作为规范 比如把融化的金铜枝倒入母中 母子直 它就直 母子弯 它是弯 大小厚薄 没倒入母之前 就已经可以知道了 何况出了母子厚的形状呢 近代的世遇人情 多半不是如此 所以那些有天资的子弟 大多狂妄 没有天资的人 没有天资的人 回复到教育前的 顽固恶劣状态 这就是因为 在孩子年并没有立下规矩 好比融化的金铜 倒入了坏的母子中 必然 必然 筑成坏的器具 虽然金字的本质 是一样的 造出来的器具 却有着天壤之别呀 太可惜了 佛教导我们 正到无我的实相 现在的人 每当稍有知见 就会变得目中无人 这样做 是只知道文字 一理是佛法 却不明白 修身尽心 灭除我相 努力勤修定会 以此来达到 断货正真的境界 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呀 我认为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 无所不至 其中 又以孩子的疾病和患难 最让父母忧心忡忡 小婴儿不会说话 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 以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即使他俗世上根少有栽培 也能秉承送名号的善例 必能在灾祸还未形成前 就被消除 福报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临近关口病苦等险难 自然可以不用忧虑了 等孩子稍稍长大 略微懂些人情世故 就要把中树仁慈 戒杀放生 以及三世因果等明显的事例 讲给他听 使他养成良好的习性 在儿时就不敢残暴地 虐待重移等微小的生命 长大后绝对不至于沦落到 作奸作恶的地步 使父母祖先为他蒙受世人的羞辱 有才华的子弟 如果能受到良善的教育 就容易成就正气 没有善的教育 很可能就成为骄牙败种 现在民不聊生 国运艰难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都是那些有才华 却没有受到善的教育的人 渐渐造成的 没有才华的人 当然要教导他 使他诚实 有才华的人 更应该教他诚实 然而 诚实是可以装出来的 一开始 就要把因果报应 以及人一举心一动念 天地鬼神都看得清清楚楚 将这个道理作为日常的训绕 而因志文感应篇 一定要让他熟读 而且不要认为 这不是佛教方面的书 而忽视他 因为凡夫心靓浅进 如果把远大高深的道理 讲给他 他难以领会 这些书不管老幼 看了都会从中获益的 更何况 像修养道德 没有固定的老师 所有导向善方向的人 事物都可以做老师 佛尚且以死尸 奋变 毒舌 让人闭上眼睛 默想 以此 证得阿罗汉果的人 不可胜数 何况 是这种能切实 培养人的善性 使人检查自己的 思想行为的文章呢 作为一名凡夫 不可能不生病 生了病 也不能放任不治 治病最省力 效果最好的方法 就是以病为药 如果能够以病为药 那么病就不是累赘了 就像爱子女这种病 是肯定断不掉的 那就不妨从这个爱出发 一定要使子女活着 做一个正直的人 死后往生西方净土 这样的爱 就是以世间凡人的感情 成就了脱离世间束缚 超凡入圣的补体果位 如果不善家利用这种爱 只是一味的娇生惯养 罪过 必杀死她的身体 还要重百千万亿倍 直至无量无边呢 国家遭灭亡 人民被涂炭 都是这种 不明白势力的父母 酿成的呀 多么令人悲哀啊 要想子孙不误入歧途 一起走上正道 应当将感应片汇编 因志文广义 作为指南针 那么 即使社会上世俗的袭染 如恶浪滔天 黑云遮日一般浓厚 它也不会迷失方向 跟着别人一起 全体落水 否则 纵然风平浪静 阳光明媚 它也难保 不会堕入急流泄窝 随即沉没了 更何况 哪里有我们所希望的 风平浪静 阳光明媚般的 世道人心呢 要知道 阴德两个字 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 成就他人的子弟 使他成为圣贤 固然属于基阴德 成就自己的子弟 使他成圣成贤 也是在基阴德 反之 物人子弟是在损德 物己子弟也是在损德 如果我们有能力 使自己和他人的子弟 都成就圣德 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否则就先在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成就为圣为贤的基础 正所谓借世俗事修炼真心 现居士身为大家说话 希望对您的朋友 以及一切好友 恳切地把这个道理对他们说 未尝不是利己利人 自利利他的一种做法 书二四五 四百零六 周朝建国的基础 是从三太开始 周文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 是由于受到良好的胎教 由此我们知道 世间之所以没有圣贤 是因为缺少了圣贤的母亲 假如世人的母亲都能像三太一样 那么他们的孩子纵然不能成为 王继 文王 周公 也很少会为非作歹 然而 世人只知道溺爱女儿 任性浇灌 却不知道用人母的遗范 进行言行身教 这是我们国家一大不幸啊 孩子小时候常跟在母亲身边 所以受她的影响最大 今天的女儿就是明天的母亲 我们想经营好家庭 建设好国家 应当将教育女儿当作最紧迫的任务 不要认为她将来是外星人 我何必白白地为她操心操劳呢 要知道 为社会培养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 就是莫大的功德 何况 女子能用自己的德行 镇守住社会昆违秩序 她的子女 必能仿效母亲美好的风范 还有比这样的家庭更荣幸的吗 况且 自己子孙的媳妇 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啊 要想使国和家都振兴崛起 只有贤良的母亲 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世间没有良母 不但国家没有良民 家中没有良子 就是佛法中 那些依赖佛苟且偷生的马流僧 他们都不是贤良的母亲所生的 假如她的母亲果真很贤良 孩子断然不至于卑劣到如此程度 实在太可惜了 书二 二 四百零七 你的家属很多 当那些弟媳 妹妹 女儿等从学堂回来 你要把因果报应 以及念佛的利益 讲给他们听 使他们各自明白 自己的心 与天地鬼神相通 与弥陀慈父相通 由此断除恶念 增长正信 使她现在足以成为别人的贤妻 将来足以成为一位贤良的母亲 再把这个风气推广到整个乡里 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 菩萨随顺世俗的方便利益众生 并不另起炉灶 只是对症下药 使众生能找到回家的路而已 现今学堂中的妇女 大多牺牲叛逆狂妄的心 想操控政权 却不知道 各自守住妇女的本分 相夫教子 才是使天下太平的根本 所以 周朝八百年的王爷 奠定基础的 还是三太呀 太江 太任 太四这三太 是女人中的圣人 他们就是把用女性的柔顺 在背后帮助丈夫 从胎教开始教育孩子 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在的女人不学习这些本分事 他们所考虑的都是扰乱天下的方法 造成的祸害怎么说得完呢 人生世间 不论其善恶都需要有人的教育辅助 才能有所成就 即使上天想让他成为圣人 也还需要贤母贤妻 在道德方面予以辅助 何况 天资不如他的人呢 因为有了太任的胎教 致使文王有天生的圣德 所以诗经中称赞他 给妻子做榜样 再给兄弟好影响 凭着这些美德至家和安邦 然而 这都是从文王一边说的 倘若论及太四的德行 也足以辅助文王成就王爷 他们俩人 就像两盏灯互相照耀 越发显得明亮 两只手互相洗 才能洗得很干净 读一读诗经丝斋中 太任太四继承美德的说法 就可以知道了 如此说来 世上少有贤人 是因为世上少了贤母与贤妻呀 妻子能以女性的阴柔来帮助丈夫 母亲能对子女进行好的胎教 况且孩子出生后的几年中 每天都跟在母亲身边 如果母亲能用美好的风范影响他 经常对他进行教诲 他的性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 并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常说 教育好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 也常说 治国凭天下的力量 有一大半是操纵在女人手中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天资高的人 如果有贤母来造就她 有贤妻辅佐她 她一定可以一成心正 彰显人人本有 自身所聚的光明德性 而且精益求精 直到最完善的地步 且保持不退 失意落魄时 修养自身 得志通达时造福天下 即使是天资平常的人 也可以循规蹈矩 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 断然不至于七天月礼 为非作歹 使母亲蒙羞 危害世人 可惜世人终日梦梦 不知省觉 不懂得用安守本分 克尽人伦的道理 教育女儿 使她每天只知道打扮自己 除此之外 别的什么都不教育她 等她长大为人妻 为人母之后 不但不能辅助丈夫 教育孩子 使他们成为有德的人 或许相反 还会教唆他们 成为一个恶人 由此说来 教育女儿这件事 比起教育儿子 要重要得多啊 我常说 教育女儿 是其家治国的根本 以及治国平天下的职权 有一大半是操纵在女人手中 是真话实话呀 进世以来 学风大开 女子入学以后 大多被那些 不知道教育本质的老师 所误导 从此 女子们不再把 进人轮 守本分 家庭和顺 夫妻和睦 辅助丈夫 教育孩子 作为自己的任务 每个女子都想操控政权 进入政界 这样超越本分地去考虑事情 渐渐养成 惶望自大的习气 也令人感慨 假使得到地方长官的支持 极力提倡 令女子们在家庭中 培植德行 使在不知不觉中 出现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成效 还有比这个更幸运的吗 杂著十三 409 为人子的人 父母的德行 当然应该表彰 表彰的方法 要注重以身作则 亲自实践 必须刻己复礼 去且存成 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明因食果 戒杀放生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生信发愿 持佛名号 自行化他 同生净土 能做到这些 别人即使不知道 他父母的德行 也会因为 敬仰这个人的德行 而一并敬仰 他父母 及祖宗的德行 认为 他的父母 一定是 专心修养了很久 才会有 这样品德 高尚的儿子 否则 纵然大家都知道 他的父母 祖宗 有美好的品德 但因为这个人 品行不端 别人必定会怀疑 他的父母祖宗 虽然有美好的品德 或许还有 不被人知道的罪恶 否则 品德很好的家庭 怎么会有 这么品行不端的子孙呢 由此我们知道 修养自身 奉行道义 就是在表彰父母祖宗的德行 为人子的人 要主敬慎读 功行实践 才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杂著十四 四百一十 世间有贤母 才会生出贤人 古时圣贤人的母亲 都从胎教 就对他们开始栽培 希望在造就 秉性气质的初期 希望他务必成就好的 习惯与性情 世人之所以 用太太称呼女人 是因为 太江 太任 太四 三位圣女 都能相夫教子 开创八百年王业的原因 在于其用了称职的人 我常常说 治国凭天下的权力 有一大半操在女人手中 又常常说 教育女儿是 其家治国的根本 这是指 她能严格地 遵守妇女的道德规范 辅助丈夫 教育子女而言的 不像现在的女子们 大多不守本分 都在妄想着 手握政权 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却不知道 女人应从 治理好一个家庭开始 正所谓 把天下的铁 都聚合在一起 也铸造不成 这样一个大错 所以 世道人心 每况愈下 天灾人祸 频频发生 虽然这是众生 共同所造作的 恶业所招感 其实 也是家庭教育 失败导致的 所以 有天资的人 狂妄自大 没天资的人 习惯做 愚妄不化的人 假如他们平时 都有贤母教育 那么 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 处境恶劣时 修养自身 得志通达时 造福天下 不至于 国家统治阶层 没有制定法律制度 和道德规范 贫民百姓们 无法可依 无道德规范可遵守 国家政局动荡 管理漏洞百出 弄得民不聊生 杂著十五 四百一十一 但求不饥不寒 何思财发巨万 以子黄金满盈 不如交子一金 祖得若亏便当溃死 祖夜纵亏 有何所伤 书一 十七 四百一十二 富贵人家子弟 多半不成器 根源在于 父母爱他们的方法不对 或偏重于给他钱财 或偏重于让他穿好的衣服 让孩子随便花钱 必然胡乱吃东西而生病 如果为他把钱存进银行生利息 其他的孩子就会对父母心生怨恨 对父母所偏向的兄弟姐妹心生妒忌 这些都不是教育孩子孝涕之道的方法 如果女儿有钱 出嫁时必然因为自己有钱而骄傲 或看不起丈夫或不明事理 用钱帮助丈夫做步法的事情 想要儿女成为闲人 应当教她行善积德 而不是为她积蓄钱财 财是祸患的根源 你看多少白手起家的人 都是从没钱开始 家产从勤奋中积累起来 而那些大财主家 大多不久房产就被变卖一空了 所以古人说 给子女留下整箱的黄金 不如教孩子一部经书 孩子能读书就让他读书 不能读书就让他或工或农或商 从事一个职业 作为立身养家的根本 女人如果有钱 明晓道理 钱当然可以作为她助盗之资本 不明道理的 钱不但会害了女儿 也害了女婿 一并也害了外孙外孙女 书二 六一 四百一十三 人这一生的成败 都在于幼年时的教育 与培育好习惯 你已经长成童 要能够明辨是非 千万不要赶时髦 要学孝季 学忠厚诚实 要趁现在年轻 精力旺盛 努力读书 凡是读过的书 要想想书中所说的事 是要让人们按照去做的 不是读了就过去 书中的内容 有的不太容易明白 而音质文 感应偏等 语言比较直白 异于领会 要常读异读 想一想 不断改正错误 及时行善 在闲暇的时候 尤其应该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以此来消除业障 增长不惠 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很辛苦的事 古语说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如果现在错过了 学习的好时光 以后纵然再努力 也很难有成就了 因为年龄大了以后 记忆力会减退 再学东西 只能是事倍功败 第一 先要做好人 见到有德行的人 就向他看齐 见到没有德行的人 就反省自身的缺点 第二 要知道因果报应 一举一动 不要随心所欲 自意纵情 必须想到 这件事对于自己 对于亲人 对于别人 是否有好处 不但做事 要这样审查 就是起心动念 也要这样关照 起好心就有功德 起坏心就有罪过 要想得好报 必须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有利于别人 同时也不伤害自己 他人才可以 如果不这样 怎么会得到好报呢 比如把一个很丑的相 放在镜子前面 镜子里决定不会出现好的相 镜中所出现的 与这个丑相一模一样 你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 将来必定能做一个正人君子 是所有的人都尊重爱你 希望你能认真地思考 那就太幸运了 书一九九 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